大熊猫国家公园白水江园区位于陕、甘、川三省交界地带 总面积2500多平方公里 根据第四次全国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 白水江园区共有野生大熊猫110只 均分布于海拔1700米以上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要定期对大熊猫野外种群动态 园区内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进行科学监测 为大熊猫的保护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近日工作人员开启了今年首次监测工作 在本次的监测中不仅有66条固定线路 还有21条随机样线 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路工作人员 进入白水江园区核心保护区 开展四天三夜的监测工作 在野生大熊猫生活的区域里 开展动态监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家需要爬山过河 徒步行进很长的时间 才能到达 来看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隆南市文县 刘家平乡的深沟村 那这里也是我们进山的第一站 分发好税带 食物等物资 由护林园和白水江园区工作人员 共同组成的监测队伍开始向大山进发 在87条监测线路中 这条线路最短 只有七八公里 但由于坡度较大 花了一个半小时 大伙才走了一公里 山路不比我们平常走的路 因为它绕的路比较多 一步要抵五步 进入核心区后 监测队伍抵达了一处有泉水的地方吃午饭 邻区禁止携带火种 这几天大家都只能吃干粮 我们现在已经节目上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 但是每次我们都会在这 因为有水 我们的矿泉水就是我们的山泉水 你为啥还专门带个蜂蜜啊 蜂蜜 我们在这个山里边 就是每天吃点肝膜啊 就是喝点蜂蜜水 就可以快速地补充这个消耗的这个禽力嘛 短暂的修整结束 大家继续上山 在海拔1700米左右 野生大熊猫的食物 竹子开始增多 队员们说 这也意味着真正进入了野生大熊猫的家 我们这个沟蟹有两大的主食园 一个叫青川建筑 一个叫缺包建筑 这一丛它是一个丛生的 叫缺包建筑 缺包建筑也是大熊猫最爱吃的 现在到了海拔快2000的地方 我们见到另外一个竹子 叫青川建筑 这也是大熊猫喜欢的 而且它青川建筑发的锁相对要大一点 所以大熊猫也是特别喜欢吃的一个主食猪之一 现在这一块就相对于比较茂密了 对 那这边是不是意味着 它这大熊猫的也会在这个地方有大几句出现 相对来说在这一个活动范围 它有可能也会出现 现在咱们基本上就到它院子里了 对 马上就到它的大厅里面 赵英赫告诉记者 之后他们还要去测量野生大熊猫主食竹的平均高度 分布精纬度等 然后做成表格 方便做研究分析 并对竹鼠对竹子的影响进行实地查看 那么在进入野生大熊猫的院子客厅之后 大家又有哪些新发现 我们继续来看 当队伍继续前进了一个小时后 走在最前面的队员们有了新发现 现在走到了海拔2200多的这样一个高度 现在前方传来消息说发现了大熊猫的分辨 我们现在去看一看 进山第一天 熊猫分辨 这是个成年的熊猫 为啥从这个分辨上能判断出来 它成为成年 小分辨 我们分一个大分辨和小分辨 它这个是相对是成年来的 而且你看它这个竹子 它这个筋 是相对要纤维要粗一点 所以算是一般是成年熊猫来吃的 它那个吃的一个竹子 然后它应该是去到从这下来 然后到这水源点是河水来的 因为周边这我看了一下 它没有这个对这个竹子 啃食的一个状态 都没有破锁 所以说它应该是个过路的熊猫 我们的熊猫应该还在里面 它不可能再往外外走 外外走相对来说竹子要少一点 一般都是这都是边缘 所以说咱们今天 说明熊猫到这里来 说明它的活动范围 还是在不断地往外扩展 在增强 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信号 除了大熊猫的分辨之外 大家又发现了大熊猫 在这里活动的另一个证据 抓横 你看它这一块有台线 就这一块没有 它一般都是翔掉了 翔上去然后用它的钢周线在这蹭的 你为什么要闻一下这个 像这个情况呢 像那个旧游区的那个 它钢周线要分泌一些 分泌布在这儿 吸引异性 随后队员们再次看到了 两个不同年龄段的大熊猫的粪便 这让大家感觉更加惊喜 这个 这个 中边应该要长旧一点 它已经 它是 相对要分块 这是它的一个猪肝的部分 猪肌 这个跟我们看的是 相对纤维要更粗一点 咬节 相对更要长一点 你看 这个咬节可能有个 三厘米左右 所以 这更判断 我们刚才的这个熊猫 不是单独的一只 不是单独的一只 我们刚才前面看到那两头奉变的熊猫 是相对年龄 这还有这个 年龄多的的 这就 重复说明了 它们是两只熊猫的 两只熊猫 你看 我们又发现了两个青团 摸一下 对 这就是 这就 就像类似于猪肝那样 对 你看 猪肝 它吃的是这个嘴 主意 这个相对于吃的主意 还有这个 小的这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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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意 你看 咱们拿起来对比一下 你看 类似就是这些东西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 筋啊 这个也可以 吃的这样的 所以它的我们就说的咬结 咬结的长度来判断它的一个年龄的大小 通过这个咬结也判断了出这个熊猫的健康状况 从它的这个咬结比较整齐 这说明了它那个牙齿非常的完整 它没有磨损 它的一个长度都是比较均匀的 而且它那个健康状况是特别健康的 如何对野生大熊猫的生态环境健康程度进行动态监测 监测队伍能否找到野生大熊猫的 我们继续来看 通过监测队伍这几天的记录和测量 数据显示 这条监测样线上的生态系统保持着良好状态 干净的水源 漫山遍野的竹林 为野生大熊猫提供了优质的生活环境 但是比较遗憾的是 因为野生大熊猫警觉性很高 没能亲眼见到它们的身影 在这条样线上 一共布设了两台红外相机 储存卡是去年11月底更换的 接近5个月的时间里 拍到了哪些野生动物 里面是否有野生大熊猫 取红外相机数据的过程 就好像开盲盒 让大家非常期待 这已经是到我们的第一个相机点位了 然后是我们布设的一个要求就是 必须是有 大概是有动物活动过的核心 你看咱们现在是处于一个受镜 它这是经常在这沿路会从这经过 你看应该我们会拍到大熊猫 因为这有一坨它的一个大熊猫的一个奉便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相机 我们其实也很期待 期待一下看有没有 跟开盲盒似的 你看大熊猫看有没有 你看现在是一个 这是拍到的 这是一个谋关鹿 对你看 这是一段视频 对 应该是在冬季的时候 对这是在冬季的时候 他观众的时候拍摄到的一个画面 大熊猫这个漂亮 是吧 你看 头圆圆的 它在身上全是雪 看一下 漂亮得很 咱们今天是确实来得直了 能拍得到 不容易 实体是建的特别少 但是咱们每一次 能看到这个红外相机里面 大熊猫我们都特别激动 感觉这一套 你看吸气呼呼上来来的确实直了 大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 刚忙完红外相机数据采集工作 一场雷雨夹杂着冰雹突然袭来 十多分钟后 趁着雨势稍微变小 大家立即冒雨赶回营地 顾不上换湿衣服 赵英赫又打开电脑 把储存卡里的数据全部导入进去 这就是那个 满脸的雪呀 看一下 你看 满脸的雪 这个雪猫大 好 听说 你看 这是一个成体 应该是 这是一个成体 很大的 根据它这个体态来讲 还是身体状况 是比较健康的 野生动物的 它的一个活动痕迹范围 在不断的校外延伸 说明我们的人为干扰破坏 确实是不断地在减少 然后呢 植被生态也在不断地在变好 我们的价值就要体现在这个 我们搞好这里的森林资源保护 大学院卧种的保护 还有这里的山山水水 看到这些呢 我感觉到我们也很值得了 也感觉到我们也有价值了 感谢观看